我也不能假装看不见呢 路人 你就把我当路人 只是拔刀相助一下是吧 大中午就喝酒啊 小卓那么一熟熟啊 干吗 男朋友不在了 郁闷啊 没办法 人家忙啊 你现在吃饭 敬自己瞎凑合吧 最可怜 带你去大餐 唱一把 还是姐妹你比较靠谱 爱你啊 你干什么呢 那不是你们家王凯璇吗 这边怎么还做一姑娘 姑娘我认识啊 我不放心 我去帮你看看他们什么路子 干不过去呀 你干脱什么事吧 还是有病 有病 你说你有病 他有病啊 你说刘向前有病是吧 我觉得应该是 你看啊 他总是怀疑我跟别的男人有关系 要么打电话监视我 要么跑到我们家楼下去跟踪我 你说他不有病是有 不不不 我说的不是这这这种有病 我说的是真有病 他现在肯定属于某种病态的反应 病态 但是这个呢 不在我了解的范畴之内 我得查查 我太惊喜了 我拍了一声 我看看 我看看 等我给你找 给他 他就是他 我认识吗 凯旋大学同学 还挺好看的 还行吧 还行吧 还跟地比差点 你不去跟他们谈这招我 不去 不去了吧 这女的老公啊 是凯旋的上司 脸儿打架了 找凯旋帮忙调节呢 我要去脸儿都尴尬呀 咱俩走了 怎么走呗 咱们吃咱的嘛 我还是不大放心 要不我来调查一下 我说你 你 你看地下工作 看出眼来了吧 我 我要是怀疑他 我不当面问他了吗 不管回家我就问 是吧 我借他十个胆 他也不敢骗我 也是啊 算我多事 那我自发一杯 我也自发一杯 干杯 我就不干了 我就烫 我干 行了 歇会儿吃点水果吧 怎么还把工作带回家来做呀 我查点吃料 明天医院用 来 吃点水果吧 你今天中午 吃吃料去了吧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你了 看见我呢 我怎么没看见你呢 我跟陈娟吃饭 陈娟看见你了 告诉我呢 那你不过来跟我打个招呼 怕你不方便呀 对面做了一姑娘 我有什么不方便 那是安靠啊 他跟刘主任又闹矛盾了 我去劝劝 他俩怎么老吵架呀 跟凯哥人像样似的 这刘主任不是从国外来回来的吗 看着挺文质彬彬的呀 怎么了 是那 是那个艾克尔性格不太好 不是 我跟你说 刘主任没你想象的那么完美 他又 刘主任怎么了 没怎么 我就是说呀 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 咱们没跟人生活在一起 可能咱们也发现不了 各家有各家的事而已 那倒是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那你给人劝得怎么样 我 嗨 我是个医生嘛 不是接到军委会的大妈 专门调节家庭纠纷的 我就劝呗 能劝成什么样是什么样的 你跟那个艾克尔 是大师同学啊 到大学的时候关系怎么样 你俩熟吗 熟啊 那都是同学能不熟吗 这话问的 他怎么每次都穿的那么花式招展的呀 特时尚 反正那种时尚的衣服我是穿不出来 上大学时候也那样 上大学的时候 应该跟现在穿的还不太一样吧 那会儿都是穷学生 也没什么钱 不像现在呢 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还是不太一样 他算女班班会儿了吧 追他的人可多了吧 追他的人可多了吧 不是很多呀 不多啊 我觉得肯定没你多 你不说吗 你们学校追你特别多 有俩师哥为了你的史上 还打起来了 有一个还受了留校查看处分 你在学校的时候太火了 这事你都记得了 那当然了 是我在学校的时候 那时追我的人挺多的 就没有落空的时候 你都记得了 那时候请不说他一摞一摞的 你看 不说那些了 反正那时候也没看恋爱 上大学的时候 都 一直都单身呢 要不能轮着你 所以说你是聪明人啊 上大学谈恋爱 那都是练习的练 谈恋爱 那会儿练好了 现在才能获得幸福 要不你能选择 像我这么好的一只鸡 你要感谢你在大学时候的淡定 我发现你给自己脸 虽然天津的能力特强 就不管说什么 最后都能扯到这上面 我这在夸你呢 老婆 这夸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再好的机会 如果碰不到好的操盘手 也是压机会 叹听说 工作快点做吧 早点睡觉啊 我 钱哪 早准备好了 没问题 我这儿两天就过去啊 老王 妈 谁来的电话 买房那是中介 说是业主都收拾妥当了 随时都可以交钱过户 太好了 昨天小林他们夫妇还来电话 问咱们什么时候搬呢 这交房是件高兴的事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好像心里压块石头似的 老王 我跟你说 这搬家的事你不用管 我能收拾得妥妥当当的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知道了 是不是房本写名字的事 你说你 你为这事愁成这样 咱不是说好了吗 写凯旋的名字 不行不行 我是这么琢磨的 过户那天哪 咱写上王自强 裴桂枝 不行 你不不 你听我说 我不好张口的就是 要跟你商量一下 咱再加上王凯旋好不好